想不到吧? 只要搞定两个声区就能当歌笋 Hello,大家好,我是欣欣姐姐 又到星期五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 在唱歌里面最常见的 5 Vocal Registers 5声区 只要把其中的两个声区练好 你就可以把市面上一般的流行曲都唱好 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的5个声区分别为 Vocal Fry Chest Voice Head Voice Falsetto Whistle 那今天呢 为了让大家更加进一步的了解 这不同的声区里面所发生出来的特质 等一下我们也会播放很多不同的歌手 在不同的声区里面演唱 大家要记得仔细听清楚哦 那我们先快快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我们先从Vocal Fry开始好了 气泡音声区 Vocal Fry是音高最低的声区 是由空气缓慢的通过松弛的声门而产生 而这个过程让一大部分的声带 产生不规则的震动 发出其特色的气泡音 其实我们在真正演唱一首歌的时候呢 是非常少有机会用到Vocal Fry气泡音的 它大多数的用途都是用于可能一些情感上的表达啦 还是一些装饰音等的 像我在上一集分析Lisa唱演的时候 就有讲到气泡音可以让我们的哭腔听起来更加的有feel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 就赶快去看一下我上一支影片哦 那气泡音呢它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在我们的发声练习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非常容易进入我们的浑声区 我之前也是已经做过一支影片 特别的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气泡音 来加强我们的浑声区发声法 那这一支影片真的很有用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快快的看一下剩下的四个声区 胸声Chest Voice 以胸腔为主要共鸣腔体的声音 一般人说话时就容易使用这种声音 唱歌时如果音不高的话也比较容易用这个部分的声音 而天然的中低音歌手用胸声演唱时 音色听起来则比其他人更显得纯厚宽阔 使用胸声时大部分声带甚至整个声带都是工作的 头声Head Voice 以头腔为主要共鸣腔体的声音 用于高音区需要经过训练才能自如的使用 用头声唱歌时大部分声带都是不工作的 女高音演唱时一般会用到头声 我们小时候学唐老鸭说话时很有可能用的就是头声 假声Bosetto 声音中最轻薄的部分 声带不需闭合且边缘震动 是一种错误的发声状态 与头声不同的是它缺乏音色且难以控制 哨音Whistle Register 也称作海豚音是一种非天然的发声方法 是现代人音域中最高的音区 其名称源于声音好像哨子般尖锐而响亮 而发声方法和一般声乐中的常态代声和假声完全不同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已经对我们这五个声区不陌生 至少在字面上应该对这五个声区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那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把你们的凶声跟你们的头声做好的话 那市面上几乎每一首流行曲 大家都可以把它驾驭的很好哦 因为其余的三个声区 对我而言它的功效比较像是点缀的作用 就是让那首歌可以锦上添花这样的感觉 我曾经听过一位大师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他用一间家来形容我们身体的所有发声共鸣位置 如果我们所有的声区都住在这间家里面的话 那这间家的根基它的foundation 就是我们的chest voice 胸声 那可想而知呢 我们的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只要你可以把你的胸声练好 那你其他的声区呢 也会比较容易把它发出来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把你们的高音练好 可是在注意你们的高音之前 记得一定要把你们的根基打好哦 好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 不同的歌手在不同声区中的演唱 顺便也可以听一下不同声区的特质哦 你怎么想调本出在我心里头 好吗 那都有想到 这就是奏 不正常一乐阶啊 好吗 不正常一乐阶段 那就是奏 我曾将青春飞温成他 也曾指尖淡出生下 今日随便 你都可以让她们 不够红架 你怕 but nothing ever stops you leaving 我无法只是不中朋友 感情已那么深 叫我这么难放手 但梦里显红的枪 未成年是苍白的玫瑰 它躺在月亮下 假如说有天莫成真 只要愿意等 只要恨爱的神 那么深 我只能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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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你放在海里 我只能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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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咯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歌唱学里面听到的五声曲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的题材还没想好 如果你没有想学什么东西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更新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Singin姐姐 我们下一集见 Let's go